嘿!我是Carrie 好久不見 過去一個月因為有家人從台灣來找我玩 所以比較忙 沒有時間可以錄影片 沒有時間可以更新頻道 所以為了不要落下太多進度 我們今天要來趕一下進度 快速講一下我看的幾本書 那我實在是太久沒有錄影片了 所以我還特別去看我上一支影片 看一下我到底講到哪一本書 所以今天講的這幾本書 其實已經是我蠻久以前看的了 首先第一本我要來介紹一本童書 這本童書叫做 How does Santa go down the chimney? 但是這個作者有另外一本童書是 局勢文明也有被翻譯成中文的 叫做找回我的帽子 同一個作者 我覺得這個作者的故事先加上 他御用的插畫夾 兩個人的搭配非常天意無縫 如果你覺得大部分的童書都很無聊 都太溫馨 或者是說教意味比較濃厚的話 我會非常推薦這個作者的童書給你試試看 他雖然是童書 可是我覺得他都有一種 惡趣味的感覺在 常常我看完他的故事 我都會想說 應該有些爸媽會不想要給自己小孩看這些書吧 或者是我會想說 不知道有些小孩看完他的書會不會做惡夢 那今天這本書 How does Santa go down the chimney? 比較沒有那麼的惡趣味 比較是以很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去激發小孩子的創意 去思考說聖誕老人這個概念 是所有小孩子都知道的 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 聖誕老人要從煙囪留下來 房子裡面送禮物的這個過程 他是怎麼下來的? 他是一頭再進來還是一腳踏進來 如果他留下煙囪的時候卡住了怎麼辦? 他進了房子以後 失之上會做哪些事情 有很多這個作者提出的問題 配上這個插畫家的插畫 我自己想像覺得很多小朋友 讀起來一定是會笑得非常開心 是一本靈壓力非常有創意 讓我看得非常開心的同書 我可惜 再來這本書我已經做了一個單獨影片 是在講這本小說跟他改編電影的比較 就是Poor Things 這本書目前還沒有被翻譯成中文 但是我總覺得依他近起火紅的程度 應該蠻有可能會被翻譯成中文的 希望有那麼一天 因為我真的很想跟很多人討論這本書 Poor Things就是最近非常火紅 愛馬斯東最新得到奧斯卡女主角的這部電影的原著小說 主要故事劇情在講一個年輕女子 她想要自殺 在垂死邊緣的時候被一個瘋狂科學家救了一命 但是這個瘋狂科學家救她一命的方法 是把她腹中的胎兒的大腦移植到她的腦子裡 所以這個年輕女子被救回來以後 她雖然是一個成熟女人的身體 但是她的腦子是一個嬰兒的大腦 這個被救回來的女主角 就是愛馬斯東所演的角色 叫做Bella Baxter 她也因為這項嬰兒大腦移植手術 當她復活以後 她的新智年齡基本上就是退化到了嬰兒的時期 所以雖然她看起來像一個正常的女人 但是她的行為她的講話各方面都是像嬰兒一樣 對於世界的所有事情都非常的好奇 把這個救她一命的瘋狂科學家當成爸爸一樣對待 她也在這個瘋狂科學家非常古怪的好在裡面慢慢長大 這個科學家非常的呵護她 想要保護Bella不想要她太被外面的世界污染 所以Bella活得其實非常的封閉 大部分都是在這個豪宅裡面 結果有一天 因緣機會有一個律師來到了這個科學家的豪宅裡 認識了Bella 莫名其妙地說服Bella 跟她私奔去環遊世界 那也因為這個劇情轉折 Bella開始認識這個豪宅以外的世界 開始與世界上各式各樣的人互動認識自己 這本書我就不要講太多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我做的單獨影片 我會把連結留在下面 我自己個人是喜歡小說大於電影的 那在幾個月前我錄的那支影片 我說我給電影三顆星 給這個小說四顆星 過了幾個月以後 我越想越覺得這本小說我真的非常喜歡 它已經被我升級到了滿分五顆星 我覺得電影沒有拍出來的那一部分 是這一本小說之所以這麼天才的原因 所以我自己覺得電影蠻可惜的 當然我之前有看到報道說 Emma Stone還有這個導演Yogo是整個電影劇組 他們對於這個電影並不想要灌上女權兩個字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做 如果我沒有看過小說的話 我覺得電影的情節其實女權味沒有那麼重 但是這本小說如果你有看過的話 就應該可以感受到 這本小說的女權主義氣息非常的濃厚 我覺得它故事最後的這個轉折 也就是電影沒有拍出來的轉折 讓我非常喜歡 嘲諷意味滿滿 也推翻了很多小說前80% 你以為你知道的故事 這個部分是我很喜歡的 如果你有興趣想聽轉折是什麼 以及小說跟電影的比較的話 歡迎去看我單獨做的影片 五顆星 帶來下一本是一本韓國小說 叫做 Love in the Big City 有中文翻譯叫做 在西燒酒我 還有冰箱裡的藍莓語言 非常長的書名 這本小說基本上是以四個短篇故事組成 雖然他都是由同一個主角串起來的 這個主角是一個叫做 印的韓國男生 第一個故事 以印去參加他大學至有在西的婚禮為背景 開始讓主角印去回顧說他的大學歲月 每天在家裡跟學校之間打轉 以及過得非常豐富的夜生活以及性生活 常常與各式各樣的人發生一夜情 以這個故事背景為第一個短篇故事 接著再去帶出接下來的其他三個 不同時空印這個角色與不同人之間的關係 這本書我最後給2.5顆星 我讀起來的感覺我覺得他的故事 就像他的書名一樣 很長篩了很多東西 但是看完以後你不知道重點在哪裡 這本書其實很短總共只有200多頁 但是我有點是硬撐著把它讀完 讀得非常慢 我自己覺得他的文筆有一點點重複 這個角色是一個男同志 所以這個故事裡面有很多是 在那個年代的韓國身為一個男同志 他的社交生活日常生活會是怎麼樣 他怎麼認識人怎麼約會等等 這個角色的幽默也是屬於那種比較騷 比較壞 比較喜歡調侃自己那種類型的幽默 那他的很多幽默 我剛開始看的時候覺得蠻好笑的 但是整本書下來不斷重複 看別人不爽 看不起自己 對其他人蠻壞的 這種類型的幽默 看久了我覺得蠻累的 也比較不是屬於我喜歡的類型的幽默 所以這個部分讓我看了蠻吃力的 唯一一個短片故事 讓我比較產生情緒連結的是 在講他跟他 矮默的媽媽之間的感情 除此之外 這本書其實沒有在我心裡有下太深刻的印象 話雖如此 我後來有去看很多其他人的書品 有不少人說這本書其實是一個 對於韓國那個年代男同志的生活景象 非常寫實的描述 所以我不知道我不是生活在韓國的人 或許如果你有類似的文化背景的話 讀起來會比較有感覺 但對我來說 他的文筆不是太重我 我也沒有到太喜歡他的故事 所以這本書我最後是給2.5顆星 再來又是一本同書 我幾個月以前經歷了一段一直想找同書來看的時期 所以 這本書叫做 Dim Sum Palace 這一個同書我最後給4.5顆星 我也非常的喜歡 Dim Sum就是英文裡面的廣室飲茶 廣室點心 很多在歐美國家的中餐廳都很喜歡叫什麼 Palace 所以這本書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她拿Palace這個字來開了一個玩笑 故事主要就是在講一個小女生 她非常喜歡吃廣室飲茶 故事的開始她非常的開心 因為她爸媽跟她說 我們明天要去一個廣室飲茶的餐廳叫做Dim Sum Palace 所以她就帶著這個非常讓她興奮的消息去睡覺 結果她做了一個夢 她夢到了真的Dim Sum Palace 就是她把這個餐廳的名字意象畫出來 真的夢到了一個充滿廣室飲茶的城堡 那城堡裡面又有什麼呢 當然就是她的王后 但是這個王后比想像中的邪惡很多 那我就不爆雷 我覺得她的故事發展非常的有趣 感覺是可以讓讀完這本書的小孩 又做噩夢 又可以哈哈大笑的一本書 除了她的故事以外 我也非常喜歡她的插畫風格 如果你今天想看一個輕鬆一點的童書 這本書我會非常推薦 4.5顆星 接下來我看了一本演員的自傳 就是Beyond the Wand 魔藏之外 這一本書就是哈利波特裡面 飾演馬奮這個演員的自傳 前幾個月我一直看到有很多人在看 所以如果你有在關心書方面的資訊的話 應該對這本書都不陌生 這本自傳我最後給3顆星 對我來說 我在看一本自傳的時候 不管這個人是影視明星 企業家 或者是普通的路人 不管是什麼樣的人 我在看自傳的時候 我自己喜歡的 我自己的取向是我想要認識這個人 我想要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 他對於這些事情的感想是什麼 他如果遇到了某一些挫敗 他是怎麼克服或是怎麼樣克服不過來 這個面向是我喜歡的 那這本書我會說 有一點點是專門寫給哈利波特的粉絲 我看完的感覺 我並沒有到很了解 馬奮這個演員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但是我了解到很多 哈利波特這一系列的電影的幕後製作 比如說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他分享了他 好像是第一集還是第二集 某一幕在霍格華茲餐廳的戲 裡面有一個坐在教授桌子裡面 白髮長長的老人 那個人其實是他的外公 他說他的外公帶他去片場 那因為他的外公長的 就是你想像中哲學家會長的樣子 大鬍子白髮長長 結果就被電影的導演向中說 你有沒有興趣跑個龍套 接下來這個場景你可以坐在那邊 所以其實他的外公是有入境哈利波特的電影 有很多這種小小的幕後花絮 我身為哈利波特的粉絲 讀起來是覺得非常有趣的 但是就像我說的 我會覺得正確的期待值是 透過這個演員的視角去看很多哈利波特的 幕後花絮 而不是認識這個演員 有點像是這個演員他的日記 他去紀錄這麼多年來 哈利波特電影拍攝期間 他跟不同人每一個角色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 發生過什麼樣的趣事 如果你打算嘗試他的英文版的話 我也會非常推薦你可以配著他的有聲書看 因為他的有聲書是這個演員自己朗讀的 所以配著書看會讓你的閱讀體驗更上一層樓 雖然我說我覺得這本自傳跟我自己喜歡的自傳的類型 不太相符 但是我覺得蠻重要的也是必須要說 這個演員他完全有權利去決定說 他想要跟這個世界分享多少 所以我並不覺得說一個自傳一定要過度誠實的分享很多私人生活 像Janet Mercurdy的自傳一樣才是好的自傳 只是說我自己看完這本自傳並沒有覺得有更深入的認識這個演員 也因為這樣沒有讓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只是我會說如果你是哈利波特的粉絲 這本書你一定會看得很開心 最後就是我很喜歡他怎麼結束這本自傳 他的Ending是一段在他這本書上市以後 他跟他的外公之間的對話 非常的日常非常的樸實 但是顯露出他的家人對他有多支持 這一點我很喜歡 三顆星 再來最後一本是已經被我講到爛掉的一個系列 就是Washington Poll這個推理懸疑小說系列 他的第一集如果你follow我一陣子應該已經聽到不想聽了 就是歡迎觀賞山人預告 這本書是我覺得我在我頻道上推薦的最成功的一本書 因為真的有很多人不管是私訊還是在Instagram上面有標記我分享 說因為我去找了這本書來看 然後大部分的人我感覺都至少還蠻喜歡這本書的 可能沒有到我喜歡的程度 但是至少都覺得不難看 所以如果你喜歡推理懸疑小說的話 我覺得可以去試試看這本書 雖然他這個系列目前只有第一本被翻譯成中文 那我最近看的是這個系列的第四集叫做Deadground 這個系列前三集我都有給到四顆星 像甚至五顆星的高分 這一本書是這個系列第一本 我給出3.75顆星的分數 還是很好看 有感受到我對這個系列的愛意嗎 那個75非常的講究 即便不是四顆星也是非常高的三顆星 在Bubbell的狀況下 我只能說因為前一集發生的事情 在這一集主要三個角色裡面 Flynn這個女上司的角色不太有出現 但是在書的最後有暗示 感覺出來他下一集應該就會回歸了 那主要角色還是Paul這個火爆的警探 跟他的可愛不通世俗的分析師Tilly兩個人的組合 這個故事的案件主要是Paul突然被叫到一個鄉下的臨時招待所 就是做黑的 結果在這個臨時招待所的地方被人發現了有一具屍體是很明顯的死於頭部的重擊 有人從後面爆打這個人的頭 那Paul非常的困瘟 因為這個看起來就是一個非常簡單 可能做黑的聲音上面出現一些糾紛產生的案件 但是就在他調查這個案件的時候 他被一些非常有權力非常隱秘的機構召喚 所以他發現這個事件沒有那麼單純 這一本書為什麼沒有那麼重我 我覺得他70%都非常的注重在政治鬥爭 以及不同軍事情報機構之間的鬥爭 我自己對於那種軍情、軍事、國際政治方面的故事非常的沒有興趣 所以其實前70%我有一點點硬著頭皮讀的 因為我很喜歡這些角色所以我才讀得下去 不然的話我覺得我應該早就起訴了 但是他最後30%還是沒有辜負我的期望 依舊是一個轉折接著一個轉折 讓我一頁一頁的讀下去 但是整體來講這一本書的劇情對我來說 我覺得太國際化、太政治化、太軍事化 一大堆MI5、英國的警察、FBI各式各樣的軍情機構 可能是我啦 我的腦子覺得有一點消化不來 所以沒有到那麼重我 3.75%可惜 好 以上就是我最近看的幾本書 歡迎留言跟我說你有沒有看過以上幾本書 或者是你最近在看什麼書 那我們下次見 掰